随着40米开外的真一射出大宝贝 强威与西宫的对决宣告结束 但没想到 背后下黑手的真一还有善良的一面 机晕强威的仅仅是橡皮蛋 而此时 珍惜也找上了真一 一枪一刀 男生姐妹之间的对决即将展开 画面回到团体战前 八卦不仅是女人的茶余饭后 距离男人和动物也对八卦毫无防御力 在胡章看来 珍惜无论是打架还是走路姿势 只看背影都让人觉得东北女人不好惹 可珍惜的万年四级 只因为她口头上跟家族断绝了关系 一旦被否定 就不愿再认同 所以珍惜只要靠在交流会上出色的表现 提高知名度 她才有提升等级的机会 珍惜上好子弹 就是一发大宝贝 却被珍惜轻松却生两半 珍惜快速跳跃 利用树木隐藏身形 随后一击快刀 将珍惜打落地面 随后狠狠一击 陈年老角 将两人拉入回忆 原来珍惜从小就不会术视 甚至连诅咒都看不到 双猫胎在家族中 就是个36G的大凶兆 但珍惜跟姐姐珍惜不同 天生就可以看到诅咒 可即使天赋异禀 却时时刻刻 在看不到诅咒的珍惜的保护下成长 而成年后的珍惜 厌恶了打杂的生活 决定暂时离开家族 等到回归之日 便是取代家主之位之时 而她离开之时 并没有一起戴上珍惜 阴暗生恨 形成了今日姐妹对决的局面 珍惜对着丛林 就是一顿突突突 珍惜借助地形平民躲闪 在珍惜射完全部六发子弹后 珍惜动了 可珍惜却射出了第七发子弹 这正是珍惜的构筑术士 使用自身的咒力 从连开始构筑物质 可这术士消耗剧烈 对身体的负担也很大 对于珍惜来说 一天一发已经是极限 可就是看似凶猛的一招 却被东北女人一拳握住 珍惜她都看呆了 竟忘记了自己是个咒术师 该有女人间最直接的打斗方式 珍惜虽不能领悟术士 但却有超越常人的运动能力 而仅凭此 具远超珍惜胜负一分 可珍惜依然执着于 为何当年珍惜抛弃了自己 原来珍惜之所以选择成为咒术师 是为了追随珍惜的脚步 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次站到珍惜身旁 她甚至更愿意过 有珍惜陪在身旁 一起打砸一起堕落的日子 但人各有志 要有目标才会不枉此生 曾经畅想的好姐妹一生一世 或许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真一强威淘汰出局 三四级选手的对决都已结束 明天先迎来 两位准一级强者 浮黑与佳茂的对决 偷游着禅院家族血脉的两人 谁会是最强王者呢 同时一股神秘力量 也突降交流会 学生们能否平安撤退 记得点个赞 明天告诉你哦